眼下我们最重要的 就是想尽了千方百计 一定要阻止这个于成龙 进入朝廷的要制 明白吗 谢向国大人 过起来吧 谢向国大人 不论啊 你跟我来一下 我刚从南车方回来 皇上又要破壳提拔于成龙了 于成龙当上福建部正史 还不到半年 皇上又要提拔 何止是提拔呀 简直就是平渡亲人 这次不是让他当巡抚总督 就是调到六部 担任朝廷的要制 这可真是平步清云 于成龙的祖坟受了什么高相了 皇上让我和丽部先拿一个票 你的意见 那明相国恩 您计划如何安排于成龙 这个事先不能上吏部商议 要特别地慎重 所以我想听听你的意思 皇上那么器重于成龙 还真成了一个事了 不计划 看出来皇上对于成龙的用意了 皇上就是想让这于成龙 在满朝的文物摆棺中 和这各地的封疆大吏之中 给他树立这么一个好官的形象 为什么让他三祸着意呀 皇上的用意就在于此啊 皇上是想让这于成龙 成为百官的楷模和榜样 如此看来 于成龙高升亦是必然之事 皇上虽然没有明确 让于成龙去做什么 但是无论是都府还是六部 必然会给他一个很好的位置 再加上他在福建做的两件事 真可谓是惊天动地呀 连康亲王都刚拜了下方 霍伦啊 眼下我们最重要的 就是想尽了千方百计 一定要阻止这个于成龙 进入朝廷的要制 明白吗 康熙元年 二年 二年 三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五年 他听 暗爹说 你没有给家里转下金 转下银 可转下了这个 转下了一世的好名声啊 不如于家情节之风 不如我爹期盲之苦心 是啊 十四 他爹 你还记得不 顺之十八年 三月初四那天 你离开的家 从成龙走那天算起 到今天 已经整整地走了 三个月又二十九天了 我都记得嘞 一天都不会差 今天 是康熙十八年 十月初一 十八 你离开这个家 离开孩子们 离开我 已经整整的十八年 又长出去了二十六天了 你要是回来 恐怕都不认识我了 你走那年 十四十五岁 你 现如今 也已是六十三岁的老人了 快二十年了 为其没有给你做过一顿饭 没有给你烧过一顿水 没有伺候过你一天哪 大爹 这么多年吗 你一个人在外面 是咋过的呀 大爹 你是怎么过的呀 大爹 泪万迎千 尽是朝廷正负 藏有亲戚 谁替你披家带锁 一丝伴侣 无非百姓趾高 不加珍惜怎晓得难道与昌 好联 好联啊 周先生 这迎联该不会出自你手吧 你什么意思 不不 别紧张 没意思 周先生 你听出来了吧 晋阳心里呀 是很佩服你的 他佩服我 他不实实处处逮着机会 挖掘我就不赖了 他佩服的是你 不是我 柳晋阳佩服我呀 他挖掘我 比挖掘你可多多了 番太大人 你只说对了一半 他周先生挖掘你 挖掘得更厉害 要没有我们俩挖掘你 怎能写出这么好的营严呢 你看看看看 绕来绕去还是在挖掘 圣旨到 好 余成龙接旨 臣余成龙恭迎圣旨 是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特检余成龙为直立巡抚 即刻赴任 不得延误 钦此 谢主闻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真没想到 皇上会让俞成龙来直立 佛伦呢 卑职在 这直立乃基辅之地 又在皇上的眼皮子底下 这平日里一直是相安无事 可是这俞成龙一来 恐怕这帮净水又要让他给搅混喽 直立从府衙到各府州县 几乎都是明相国您的人 他俞成龙还能翻了天不成 这直立现在并不是一汪净水 怕就怕的是 这一时激起那千层浪啊 咱们动作都快点 大师说今天晚上要把车装好 明天一早就出发 装好了吗 玉璃 后院那几款萝卜 还有干粮别落下了 陆上还得吃呢 知道了 装好的先拿出去 晓晓快点 来啊拿着动吗 拿着动 沉不沉 我没事 慢点走啊 好 赵先生 你看这个院子住了两年 这要离开了 还真有点留恋 对 虽然不大 但是很温馨啊 很像个家 是挺温馨的 于大人 你这回可是一不登天了 一下子把官做到了天子脚下 真是可喜可贺 张先生 庄先生 当年我去黄州的时候 你反对过 去武昌的时候 你也反对过 来福州的时候就更别说了 反正我哪儿都去不得 这回啊要去直立啊 从节到圣志到今天 我就没听说 你有半句反对的话 看来我去直立 你是支持我去了 你让我反对什么呢 反对什么 我想听啊 你又不说了 那好吧 那就我来问 我能不能去直立 去得去不得 去得去不得 那你都得去 这已经不是问题了 那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 直立那个地方藏颅卧虎 也是朝廷的基谱之地 你于大人去了之后啊 要处处小心谨慎用事 周先生 你卖的是这关子吧 靳影啊 你看你把周先生的话 都打断了 怎么了 你不是想说的 就是这套道理吗 怎么不说话了 我要卖的关子 恐怕不仅仅是 你刚才说的那点货策 我想说的是 能卧虎藏龙的地方 必能藏污纳垢 还有基辅之地反过来理解会是什么 灯下黑 高处不胜海 此番去直立 已完全不同于福建 你的头顶上没有了府台 也没有了治台 但你要面对的是 满朝文武百官 和那些众多的亲王贝勒 而这些高官众臣 皇亲国戚 哪一个官都不比你小 哪一个关系都不比你少 靳阳刚才只说对了一半 光处处小心谨慎用事 远远不够 你的意思是说 我虞成龙虽然当上了直立巡抚 可我这个直立巡抚 谁都别惹 谁都惹不起 是这个意思吧 对 那我还去干什么 干什么 干你该干的 干你能干的 甭自个找事 别光啊 去找别人的茬 照你们俩这么说 那我这个直立巡抚还怎么当啊 是去当孙子还是去装孙子 反正啊 你谁都惹不起 皇亲国际你惹不起 内阁大学士你惹不起 六部的尚书侍郎你惹不起 说句不好听的 就是从朝廷里找个 七品八品的小官 怕你呀也惹不起 六部的尚书侍郎你惹不起 皇上让我到直立区干什么 难道皇上让我到直立区 混吃混喝吗 什么高官众臣 什么皇亲国戚 什么灯下黑 都是无稽之谈 我跟你们看到的不一样 我看到的是康熙朝这二十年来啊 国家由乱而至 游衰转胜 大江南北日新月异 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还就是不信这直立的灯下黑 它能黑到什么程度 我还更不信了 如今的大清国 它会正不压邪 我余生龙从不惹事 我也从不怕事 一个人只要不昧天理良心 还有什么可怕的 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深正不怕影子邪啊 胸怀坦荡 天地自开阔 这围观和座人啊 都是一个灵 好了 睡觉 明儿一早啊 咱直立 等着吧 那是一个这些人 中文明儿 大概是一切 三岸 在福州 街道出任直立巡抚任命后 于成龙与周瑞和